我们看到您这一次在打选战的做法上 非常的亲民 然后我看你常在脸书上也会开直播 在一些社群媒体就会开一些直播 跟大家分享你今天去哪里了 做了些什么 然后听到了什么样的声音 我就看你穿着这个竞选背心 然后背一个蓝色的包包 然后就是很亲民的 包包里面装面子 口罩 装这些一些竞选小物 就是有点类似像在走遍大街小巷 走遍各个路口 然后有点类似用行脚的方式 去倾听人民的声音 然后走入人群 你是这样的想法吗 你选战的做法跟以往有没有什么不同 然后你现在是打算怎么样的选举 其实以前我们都有跑一些早起会 有跑一些团体 可是我觉得因为时代在变 我已经十年没有选举了 欣宇你们是很有经验的战将 每四年就选一次 我已经十年没有选举了 所以我看来看去我就觉得 我想跟民众自己接触 我想跟痛情节接触 我想跟婆婆妈妈接触 我也想跟店家接触 我跟痛情节接触 主要是希望问候他们 因为前一阵基隆有减班 火车减班 我本来以为减班又是要把火车站废掉 所以我很紧张 我就这样 从问候这样的痛情组开始 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吗 他们说是疫情的关系 但我觉得有些不合理 我认为他们有考虑在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 慢慢还是把火车慢慢减掉 慢慢减班式 他们就把人慢慢 因为你没有人搭 大家看一看就走了 去搭客运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是担心 但是我们卡在那里 我相信他们还是不敢妄动 所以基本上我们是去问候通情组 开始以后就没有停下来了 那婆婆妈妈看到小爱爸爸是最开心的 看到国粮就说 因为这个本来就跟我很多 父子辈的人是有认识 尤其我最近也开始在谈这个故事 就是我是没有见过我爷爷的 我爷爷民国61年就故事 我是64年子 但是我到现在为止去市场 每一天都还是会碰到我爷爷的朋友 然后他们愿意支持我 因为我的从未见面过的爷爷 给我的一个帮助 所以我就觉得基隆是一个众人情味的地方 如果当年你是正派有服务 那么这个好的因子就会远远流传 那我们就跟这些婆婆妈妈也很开心 我现在在路上 我现在路上 我就觉得我跟他们是差不多的 一样的 那你可以说 你说我家里是做事业的 你说说 但是不好意思 我这几年就是用一个民众的身份走过来的 所以我现在对于民众的想法 对于民众的感受 我是有的 那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也觉得 大家彼此间就很相互的很亲近 那我也感受到 以前我去拜托 是拜托拜托请你支持我 最近他们来拜托我 抓着我的手 说 你要出来 你一定要当选 你一定要当选 他们讲得很殷切 而且我有几次直播 他们在附近看到 就骑车过来跟我讲这个话 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执政 让他们有一点快受不了 让他们感受非常的无奈 又非常的生气 又非常的委屈 所以我 这是第一次 你一定有 你也有过这样的经验 我相信 就是说 你在跟他拜托的时候 他跟你拜托 其实现在民众觉得有点喘不过气来 因为这个国家好像 尤其台湾变那么危险 民主自由 言论自由 然后到现在 不管是要中介法拉 然后很多的 越来越没有言论的空间 然后越来越独裁 然后洞洞被查水表 然后台湾还变得更危险 台湾在整个我们的局势上 还变得更危险 大陆对我们的军事侵略的意图 越来越明确 所以就是民众有压力在 民进党跟共产党都给他们压力 从我们刚刚接访 民众也有提到说 金融人很热情 然后从委员走访的过程 也发现我们就是 金融市民其实很善良 包括他们不喜欢用这样 攻击性的语言等等的 都可以呈现他们良善的一面 所以除了国民党的 串联结合之外 那柯文哲市长他曾经有说过 如果他们民众党 在金融提出候选人的话 谢国梁就不会当选 然后那意思就是说 好像民众党有礼让您 所以这部分是属实吗 然后或者说你跟不同政党 或是比如说民众党的朋友 所谓的白货局等等的 这些支持者他们的力量 是不是也都集结到您这里来了 是是是 柯市长说这个话的时候 我也觉得很有趣 不过因为他是政党 我很敬重的长辈 所以他的说话我全部都 他讲话很有话题 全部都尊重了 那我也其实理解到 他们在民众党 不管是最后考量是什么 他们没有提人 其实我觉得 对我的帮助是 不敢说肯定 而且他们有他们考量 因为他们战场也多 但是那我是就是 也算是感谢的 因为我有自己看这个交叉分析 民众党的支持者 支持我的比较多 所以跟他们的秘书长 谢立功有关吗 我觉得 谢立功教授 当然也是我的一个好大哥 你了解 我觉得这是民众党的 投票习性 就是说因为柯市长 在去年的整个防疫政策 他是扮演一个 很强烈抨击的角色 甚至他讲了很多东西 蓝军的民众是听了是 也会有感觉的 所以自然他可以拿到 比较多蓝军的票 所以anyway我的结论就是 民众党就是 我未来还是希望能够 积举争取他的民众的 他的支持者的认同 我不敢想说什么蓝白 那个对我们来说是 比较大的词 我们就是在基层 去做一些争取 那我既然民众党 因为前一阵子 我也不知道要不要推 那我只能说尊重他们的决定 那既然他们决定 是没有推人的话 我就积极争取 他们的支持者的认同 而我也看到 这个数据上面 其实大部分 三分之一是支持我的 三分之一才是支持绿 绿的这个候选人 所以我认为说 这个还是要努力争取各党派 像亲民党在基隆 也是支持我的 那新党未来也会支持我 所以我们尽量就是 吸取各党派的支持 时代利亚没有支持我 时代利亚自己也推人 我也不敢奢求他们支持我 但是我们基本上就是 希望能够集合很多 现在对于民进党这种执政的 这种蛮横的这种不满的人 我们把它集结起来 然后最后要推翻这个政权 就是集结对执政不满的力量 对力量 在野的力量 OK 那我们接下来 最后要请委员来帮我们 快问快答一下 分享你的口袋名单 这个来推荐三个基隆美食 葱油饼 葱油饼 周家的葱油饼 新二路 周家的 周家烧饼 周家葱油饼 周家烧饼 葱油饼 我的同班同学 盛兴国小 念六年 在仁爱市场 开了一个很好吃的日本料理 很小 叫鱼人 三点水的鱼 三点水 鱼人 鱼人日本料理 所以这是第二个推荐 然后还有仁爱市场 我最近很爱吃阿娇炒面 阿娇炒面 阿娇炒面 也是在仁爱市场 两个在仁爱市场 OK 一个在这个信二路上面 所以观众朋友听到了 这个委员的口袋名单 有机会的话不妨去尝一尝 那再来推荐一下 三个基隆的景点 景点 景点就是和平岛 可以游泳 对 然后外幕山 因为未来那个地方 可能就没了 但是我们还在努力当中 那还有望悠谷 望悠谷非常漂亮 这些都是我觉得可以 不过这些地方 现在欠缺商业化的 一些游玩机制 都是看一看 所以你希望说 未来 等你选上市场之后 你把它做得更好 然后你引入一些商业化之后 把它的整个质感提升 然后可以变成 甚至是国际级的一个观光景点 这是目标 对 然后让更多的人 都能够去欣赏它的美景 对 OK OK